跟著影片動一動 就算在收容所也得注意健康 身體感覺有異樣的 趕緊到一旁掛號 內外科共五科都有醫師到場 人醫會醫師溫柔關懷 因為外籍民眾在收容所等待遣返 難免緊張壓力大 做了統治 腸胃的問題跟感冒會比較多 那其他相互外科的痠痛 這一類的是比較少一點 移民署高雄收容所去年底綱啟用 索方以人道關懷為出發點 邀約慈濟志工進行愛撒與疫診 幫我們疫診還有辦一些活動 讓這個收容人在身心裡放鬆 也是傳播愛 讓我們他們也很有福氣 然後能夠接受師姐他們的這種愛撒 收容人多半來自越南跟印尼 新住民志工特地來翻譯 但看到有媽媽帶著女兒住進收容所 心裡難免不捨 翻譯志工發言要繼續參與疫診 給予迷惘無助的收容人更多協助 大愛新聞 陳宜珍 葉宜玲高雄報導